首先恭喜白羊座的朋友 在我電腦壞了的情況之下 而令到今期的新聞不能完全出現 我都之前宣布了 但是因為你們上一期YouTube的 新聞片段反應是你們最好的 所以我都做不到之下 都可以做了你們才這樣 試試我最好 這個是你們的好運 是建築在我痛苦之上的好運 但是呢 真是講返你們自己農曆五月 上星或者太陽的白羊座 你們本身自己的自身整體運勢 就真是很濕濕很濕 OK 無論是工作事業還是家庭 還是自己健康都出很多的問題 還是人際都出很多的問題 OK 先講一講 很難說先講什麼 我講到什麼就講 OK 因為我的文章其實是很隨意的 我每次去整星運的流程 第一 人際上面很多是非 很容易去煩到小人 但是你們這個小人又很搞笑的 如果我們正常去看 其實是正所謂 歡喜冤架 OK 看到那又會吵 但不見的又很想去這個人 又想跟他吵一下 如果樂觀一點的話 起碼你們這些小人 其實算是大家七嘴八舌 鬧下八婆交那些朋友 是蠻好笑的 這個心態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你們會覺得比較麻煩 唉這傢伙又來抓住我 在事業方面 你們也是要小心 爭明俗理 爭上位 這些東西很容易招到小欣 而今次這個小欣 可能真的比較兇惡一點的小欣 真的會後面刺你一刀 還有anyways 在工作上面 都會有很多的挫折感 很容易受到刺激 可能有些不太理好的消息 炒你 降你息 會有很多的阻滯 還有人生上面 都會有很多突如其來的變動 而這些變動 令你的開銷 是會大了 會忽然之間破財 尤其是關什麼事呢 尤其是關你們住宅 或者去構置房產 這些問題 即是無端端被迫遷 這件事其實在最近是很普遍的 我也有很多人經常去找我 去問這方面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移民潮 很多業主趕著去賣了自己的物業 所以忽然之間你們被迫遷 然後又要搞 明白嗎 又要搬屋 又要找地產 又要給佣 那這些就是令到自己破財的一些原因 OK 還有我想說 你們這個農曆五月 自己都會比較神經質 所以可能是這些神經質 會得罪人招的小癮 OK 那怎樣神經質法 怎樣神經質法呢 很多事情都喜歡打爛沙盆問道讀 對 還有很八卦 經常在侵犯別人的私隱 可能在這裡 我當是檢查你伴侶的行蹤 經常要去覆WhatsApp機 那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很不白羊的 因為白羊其實都是自己一些很outgoing 很少會特別去管人的星座 但是來到農曆五月 你們會發神經 OK 還有這次的水浴是非常之影響你們 做很多事情正所謂好事多幕 會反反覆覆的 例如我當出門口 忽然之間又覺得 發現忘記帶鎖匙 OK 忘記帶鎖匙你回不去 忘記帶手機 然後你又要回去 但是拿完手機 又發覺忘記帶錢包 即是這些走來走去這樣的東西 OK 好 去到感情方面 感情你們的家庭 即是親情 會比較容易拿東西 首先我都說了你們比較神經質 還有容易吵 但是 更正確一點去看 如果跟你家人是搞笑的鬥嘴 好 但如果不是 很容易為了一些 芝麻綠豆的東西 在那裡吵來吵去 會幾破壞你們的感情 OK 還有 小朋友方面 這個真是一個很嚴重的 即是在升盤裡見到這個徵兆 如果你們已經有小朋友的話 小心他接下來的健康 OK 是的 或者是整體不要容易出一些意外 那或者就算這件事 對白羊座的小朋友本身 即是如果你不是白羊座的父母 但是你是有白羊座小朋友的父母 麻煩都要小心他的健康那些東西 還有 唉 大吐婆 OK 白羊座的女士 或者我當你是白羊座的男人 然後你老婆現在是在懷孕 OK 所以 夫或者婦是白羊座的話 小心小心BB的健康 非常之要小心BB的健康 OK 那就有空去檢查多些 去 即是坐多些 不要走來走去 不要那些什麼 低高手 爬高爬低那些東西 麻煩你 OK 那 還有這個家庭 正所謂的親情破壞 亦都可以蔓延到鄰居那裡 所以不單是跟家人坐 家裡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甚至那個爭吵的氣氛 是可以蔓延到鄰居 或者我當是跟樓下的空間 這樣 OK 但是 我會說 我會說 為甚麼呢 因為 我都說了 其實你們比較神經質 而且 會不善於延遲 OK 很多東西都 主觀意識很強烈 很多東西都會轉牛角尖 還有很多東西真的太八卦了 很多東西真的太喜歡去問 但是 有一句說話叫做甚麼呢 叫甚麼 叫甚麼名字 就是 愚者問得笨 是不是 子者問得妙 OK 就是 有一個 我不知道叫甚麼 歌謠 類似 叫每次問 人定性天高 只在每次問 但是呢 有時候 你不經過自己大腦去添加一層 你就去問人 其實這些東西會令人覺得你很蠢 還有可能有時候你會問了一些很白癡 很冒犯性的東西 OK 好啦 繼續說 身體方面 身體方面呢 要注重 第一 是呼吸系統的東西 OK 可能有時候會喘起 哮喘 很多痰 影響你咳 咳 咳都是那些呼吸的東西 是不是 肺部的東西 OK 第二 就是要小心 脾胃方面的東西 OK 在我們西雲占星 我們牽涉到醫療占星學 沒有甚麼叫做脾 脾是一個很中醫的說法 但是 消化系統 肚痛 腹脹 腹脹 腹瀉 腹瀉 還有些甚麼 食肉不振 吐 那些東西 都要小心 還有第三個 是皮膚病 OK 接下來現在夏天 熱死辣辣 如果有濕疹的人 小心 不要說 遮流汗 令你咳位 有熱匪 那些東西 OK 我覺得 一看到這個皮膚的問題 就很對應到現在 當時的大環境 OK 還有甚麼 可能小心曬傷 OK 不過 皮膚這個 都是 比較小 但最重要 就是 皮胃 肺部 是很虛弱 OK 還有 做運動的時候 小心會容易喘氣 OK 真是不行的話 不要死搶 麻煩 好 然後最後 唉 那些壞事一浪接一浪 好了 就是 你們很想學東西 尤其是 是一些 以前 想學 但是丟下了的那個念頭 你重現了這個興趣 你想學 或者以前學的一些東西 半途而廢 然後現在想去 但是我想說 喂 講到你們已經是 那麼煩 那麼多事情做 你還有心機時間去學東西嗎 這件事我真的勸你 好好去想一想 OK 還有你身子那麼弱 是吧 就是 管好自己身體先 OK 另外 就算我想說你們學 就算學的這些東西 可能它都會有一些衝擊的 是吧 衝擊什麼呢 它可以衝擊你本身的一些信心 打一個比喻 我當你本身是Christian OK 是很虔誠的Christian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什麼東西扭起了你的筋 你想去學一些占卜算命 但是其實 真正的虔誠的基督徒 在聖經裡面 其實它是說你不可以信這些 你要信神那些東西 是不是 信靠主 主能夠那些東西 是不是 那你學的東西 就會衝動你的信心 OK 或者我可能 我當你本 你想學兩樣東西 但是他們自己會有一些衝撞的 OK 那 這方面會不會比較難打到比喻 那有些什麼項目會容易衝撞呢 不過我簡單來說 我當他們的行程有衝撞 好嗎 對 可能兩個都是說 禮拜三晚要去學的 那你想A課好 還是跟B課好呢 OK 那 為什麼我剛剛會說 啊 容易衝到Believe那些東西 對 為什麼會 還有會打了一個什麼Christian的比喻呢 因為說真的 你們接下來想學的東西 就是 剛才我講過是一些 可能是 重研究的興趣 或者去Pick up 但是如果是 就著那個 subject wise 其實他都真的好 尤其有關一些 ebook 星相 氣功 宗教 那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可能 和你自己本身的Believe System 會容易是 衝撞的 好啦 以上就是你們整個 農曆五月的寫照 那麻煩你們自己 濫定安全帶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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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都記得要 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就是抽牌 就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候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 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啦